西装笔挺参加婚礼活动 还曾受邀亚洲婚礼文化节担任贵宾 他是婚礼公司总监吴廷荣 看似和员工们相处融洽 尾亚旅游大合照总是站在人群正中间 一副好老板好好先生模样 竟然涉嫌性侵人妻遭警方喊送 通讯软体摇摇找朋友 吴廷荣认识了20多岁的年轻人妻 积极邀约却屡屡被拒绝 竟然直接到对方公司赌人 扬言要陪喝酒 否则就到公司乱 女子不声其绕只好答应 却万万没想到吴廷荣竟然在酒内加了安眠药 隔天醒来已经遭性侵得逞 吴廷荣还大言不缠 说酒后乱性很正常啊 对方气得大骂 你以为演电影啊 婚礼公司位在无形街的地址 但一看根本就是住家 是事发后已经解散 还是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吴廷荣自称已经离开婚礼公司 案发后一概否认犯刑 变成对方不生酒力 两人是自然而然发生关系 尽管不愿承认 但女子抽携彩证和呕吐宋宴 都验出安眠药成分 让吴廷荣百口莫辩 不顾对方已婚身份 骚扰人妻 甚至使用卑劣手段 下药性侵 原本小有名气的婚礼总监 形象因此重创 还为此吃上官司 记者陈嘉宾 温斯汗 台北 陈伯德